中国国家安全部20号发布了 齐敌美国情报机关网工窃密的主要卑劣手段 揭露了美国对中国进行网络窃密情况 并指出美国政府自2009年起 便开始入侵华为总部服务器 且持续开展监控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谴责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 希望有关国家不要参与美国 对中国企业的政治胁迫 我们谴责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 事实再次表明 美国政府一方面对中国进行 无孔不入的网络窃密 给中国网络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另一方面又不断制造和散布 中国黑客攻击论的虚假信息 是典型虚伪的政治操弄 汪文斌表示 更值得关注的是 有关报告揭露了美国政府 自2009年起 便开始对华为进行网络窃密 长期以来 美国口口声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 打压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 但相关报告表明 即使以偷窃的方式 美国政府依然没有找到所谓的证据 这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 打压中国企业 不是因为所谓的国家安全 而是在正常竞争当中 无法领先的时候 就用非法和不公平手段 企图阻挠中国企业的发展 汪文斌表示 中方希望有关国家 不要参与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政治胁迫 坚持战略自主 以客观公正的态度 维护公平 开放 包容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总太阳市记者北京报道